加油 張景田 洞帥 楊秀英 洞帥 郭美秀 洞帥 而這次我們特別把楊師誠先生過去 他在基隆市服務的熱誠 傳給他的夫人郭美秀 而這一次我們看到 不僅是用政績來表現出來 親民黨一貫的為民服務的精神 我們張景田 楊秀義之外 看看這位新秀的郭美秀 每天做愛心的便當 照顧老人 照顧實學的這些我們兒童 這都是我們推出來 繼續關心我們民眾的好的市議員 所以我有信心 基隆市的鄉親會做正確的選擇 那就是 親民黨和宋楚瑜一貫的主張是什麼 人民的小事就是我們市議員和從政的人的大事 對不對 對 天大地大 人民最大 人民最大 不是說讓政黨在那邊操弄 而是讓這些好的為我們管家看到我們所有的預算用在好的地方 所以我們支持這三位好不好 好 好 今天心情很輕鬆 因為 我邀請我們副議長一起到我們選委會來登記 這一次的這個議員候選人的這個手續 那大家現場非常的有秩序 不像往年啊 都很多很多的這個裸骨炫天啊這樣子 這一次大家都比較 比較低調的一點 所以現場秩序非常的好 那我跟副議長一起 我們也遵照我們這個程序 每一樣都符合他選委會的每一項的規定 我們做辦的算是很順利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很努力的 為了這個選舉 要去跑家戶啦 然後證件說明啦這些等等 就不能大以輕 掉以輕心 一定要把之前我們所做的這些政績 呈現給所有的選民了解 未來我們要怎麼的做法 也要讓所有的選民來充分的理解 這樣子能夠得到他們給予我們的 再一次的支持以肯定 今天算是第一個步驟完成啦 基隆的選民素質一直不停的在進步 從以前傳統的選舉模式 進化到現在已經不只是只有陸戰還有空戰 那在這三年半之內 貝翔盡了全力來服務我們安樂區 甚至服務我們基隆市 貝翔有信心能夠獲得這一次的勝選 但是還是需要我們所有廣大 農經厚名義偉道殺綱 畢竟來說 我有一個老前輩跟我講過 選舉每四年一次就跟聯考一樣 你要做的是把這場考試考好 平常要讀書平常要準備 那考試的時候也要衝刺 所以佩翔在這邊期許自己 也期許我們所有議會的好朋友 都能夠順利連任之外 一起再繼續為民喉舌 代表我們基隆市所有的市民 來監督市政府 輔助市政府 讓基隆市變成一個更美好的都市 黃信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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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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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從我身上看到一份堅持 謝謝 感謝 那麼這份堅持其實我們心裡都很清楚 成功的路不會好走 有的人說真會道 沒錯 真會道 但這個路擺明就是不會好走 挫折 批評是在所難免 那麼我們看到藍綠兩黨長期的對立 的惡鬥之下 其實受傷害最大的是我們人民 那我們又看到在地方上很多的聲音 包括民調的出現 很多不表態的民眾表示 這中間選民還有支持沒有黨派 來運作的人民很多 所以我堅持到底 就是從這個五黨籍來出發 我在這裡今天做的這個登記參選 就是表達我對這一份 基隆的愛心 熱心 熱忱 是不會變的 即使在這過程裡面 有很多的打壓 抹黑 造謠 我再所不惜予 我認為這個是當然的 家常便飯 時空見慣 選舉的過程 但是我在這裡要喊 要呼籲我們基隆的市民 為我們自己的未來來打拼 勇敢的站出來 沉默是最可怕的 不表示意見也是最可怕的 而從登記參選的現場來觀察 包括現任的暖暖區聯恩典議員 而有意參選人都紛紛浮出檯面 可以說是老將新秀 都希望爭取為民眾服務的寶貴機會 也希望選民能夠多認識他們的政見 最後來選出最適合的民意代表 讓基隆越來越好 記者王日生 基隆報導